因為我回家把我割下的金錢 其實我兩個死了 那個時候心情是很低落的 但是我有發覺完 就算剩一個我也要割 後來就當金了 剛叮的第一名剛好聽到 陳達的那個樂琴壇上 我 噢 臺灣怎麼這麼說 退伍以後我就在思考說 我們的和聲學和那個 那個我們土地不怕譬如說 包括歌詞 南冠 北冠 和月巡 三線 我們的理論跟西方不同 我就開始拿那個 鄭富賢 雄山龍和紅香 他們的歌的和弦的大 大碗 包括康舊 它為什麼要這樣寫 就這樣一步一步一步這樣走 也不是說一下子會那麼多東西 比較幸運的是說 我有整個西方的那個 理論基礎嘛 所以我回來找臺灣的東西 我就慢慢把它歸納 花了大概四十年的時間 然後最快樂的就是說 把它用在做電影配樂 或用在做我的專輯 接下來可能就是 要把這套理論告訴下一代 所以這個到底是 就需要更再去發覺 更再去 你需要去更深入的 讓下一代有更多的空間 你的小孩 他要越多的語言 他越多的文化 他的知識也越豐富 他的創作也越強 就像我學了我好多師父的東西 我就把黑黑的 我就把融合一腰 我就做出我的作品 在國際上我也在調整 我的嚴肅是按臺灣來的 就像我在做電影配樂 你一定是看到導演要講的故事是什麼 是什麼畫面 他的語言是什麼 他的心情是什麼 有母語 還會開始有音樂 你樂琴彈了 你是不是民謠就會唱 那你的自己母語 你族群的母語就會唱 就這麼就開始了 臺灣的因為自由開放 所以從民歌時代到現在 各種各樣的音樂 包括茄子蛋也吃對不對 所以你想像不到 茄子也出來了 所以一代一代的東西都不一樣 這個是臺灣最豐富的東西 我們這台我們這台故事 長江後浪推前浪 你們這台也要你們的故事 我們說的台灣跟你們說的台灣不一樣 我們要走到世界 我們要去表演什麼 讓世界人知道 甚至我們跟世界 要怎麼融合 變成世界音樂 你要走PLUS還是要走CS 還是要走FOC 還是要走民謠 還是要走世界音樂 都不行啊 它是很多元啊 這是台灣最可貴的啊 我媽媽說我只要過得下去 日子好過就好 她是希望說我可以平平安安 像開個平下中心啊 我就這樣 現在是分的店長就好了啊 反正你懂我意思嗎 我剛才講這個我沒有進去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想做音樂 我當做客家我也想做 我一輩子從14歲開始到現在 我沒有變啊 我就是好好做 我自己想要做的音樂 然後我也不會說 管它是什麼流行不行 我沒有 我就想要做自己想做 我休息一下音樂 就這麼簡單